6号晚节 疾管署紧急开机酒会 武汉肺炎疫情 台湾出现第四例确诊 那这一例是一位北部 五十多岁的女性 那在1月13号到15号 曾有中国大陆的武汉旅游史 这个个案目前生命征上稳定 那X1PM只有轻微的肺炎 那体温也没有超过38度C 所以目前是住院隔离 继续观察状况中 第四例是一名居住在北部 五十多岁女性 1月13号到15号 曾到武汉出差工作 16号到25号跟团到欧洲旅游 22号出现咳嗽症状 25号因症状加剧 独自搭击返台 但碰上武汉封城改飞广州 再从广州飞台湾 一入境自主通报症状 随即后送隔离 26号确诊染上武汉肺炎 听说机上蛮空的 所以他有特别 他自己掉了一个位置 所以好像前后都没什么人 对 那不过可能他再详细掉一下 苍根才知道到底也没有人 那他也全程都佩戴口罩 那当然吃东西的时候不免会拿下来 从广州回台湾的班机 机关署透露女子自知有症状 特别告知空服人员 坐到班机后段位置 前后两排都没有人 也全程佩戴口罩 除了机组员13人 返台过程接触人数 机关署还在查 返台过程一共搭了三个航班 难保过程不会出现漏洞 各单位防疫 风景神经 三星我黄讯林文信 SS小组台湾岛